自己做飞行器飞上空中是很多人的梦想吧 而现在有一群人他们可以在飞行日大赛完成这个梦想咯 红牛飞行日大赛今年首度移师到台湾来举办 9月18号总共会有44支参赛队伍聚集在台中港 他们必须驾驶着自己设计自己组装的飞行器 从6米高的看台一月而下 看看谁可以真的飞起来 到底在搞什么飞机 这不是在骂人 而是Red Bull飞行日大赛的趣味标语 今年比赛将在9月18号首度移师到台中港图办 总共有44组飞行队伍参加 要非常认真地搞飞机 因为每一队都画出独一无二的设计图 要把它实际做出来 还要驾着组装好的飞行器 从6米高的看台勇敢地从天而降 飞行日大赛行之有年 每个队伍不只是要比飞行器飞不飞得起来 还要比落水池帅不帅 以及飞行器的造型到底够不够创意 其实全世界的海龟数量没有那么多种 但台湾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品种 所以我们才以海龟做发想 再去结合环保的面向 希望就是大家在看有序活动的同时 就是可以针对环保 可以有多一点的思考 而知名网猴团体则是以上班我再飞的名称参赛 他们将飞行器设计成传说巨兽摩斯拉 由网红呱吉担任飞行员 不过他最担心的不是摩斯拉飞不起来 而是有聚高症的他 必须克服飞出去的瞬间 你永远没办法准备好这件事情的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会有人逼着你去什么 参加游乐园 然后做什么大怒神或之类的那种游乐器 你从来没有一次能够准备好 你到了上面的时候 你一定是心里想说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这种感觉 好啦但我们只能说全力以赴啦 飞行日大赛除了贵宾区之外 其他观赏区都是免费入场 大家可以去到台中港 见证最有创意的造飞机 我是林一文 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 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 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